本影片由多重做文创娱乐赞助播出 维京山谷滚球大赛 山谷中的维京人决定要举办一场滚球大赛 来争夺码头边船上的金币 想要让自己可以占据最棒的位置来得到金币吗 那就要运用你最厉害的滚球技巧来击倒木桶 但要小心别冲过头 如果掉到水里的话就什么都得不到啰 游戏设置 第一次游玩时先将船的配件组装好 之后收纳时只需要将船帆取下 不需要拆解船体就可以收入游戏盒中啰 接着把游戏图板在桌面上拼装好 不论有多少玩家游玩 把所有四个颜色的维京人标示物都放在图板上 码头第一个空格的左边 每位玩家选择一个颜色 拿取该色的船只放在自己面前 如果是没有人选择的船 将这些船放在图板旁边 然后在每一艘船内各放一枚金币 把剩余的金币以及滚球球棒放在图板旁边 把八个围巾旗币面朝下洗混后 随机打开摆在码头旁的空格上 把四个木桶随机摆放在图板中央的草地孔洞中 这样游戏设置就完成咯 游戏流程 每位玩家占据一个村庄角落 由最像为惊人的玩家为骑士玩家 游戏依照顺时钟方向进行 骑士玩家拿取滚球和球棒 把滚球放在他的村庄角落孔洞中 使用球棒将滚球往前推出 目的是撞倒图板中央的木桶 如果将球推出后 完全没撞倒任何木桶 则他可以不断重新尝试 直到撞倒至少一个木桶为止 撞倒木桶后 必须将对应颜色的围巾人标示物 在码头往前方移动一个空格 如果玩家一次撞倒很多木桶 他可以自行决定移动为惊人标示物的先后顺序 但所有撞倒的颜色都必须移动 如果移动时 前方的空格已经有其他人 则跳过并往前移动到最近的空格中 如果有玩家需要移动某个围巾人时 前方已经没有空格了 拿这个围巾人就会掉到水中 当一有围巾人掉到水中 此次推球的玩家回合会立刻结束 剩下还没移动的围巾人 就不能够再移动了 所以要小心安排围巾人移动的顺序 此时还在码头上的围巾人可以获得奖赏 从最靠近水边的围巾人开始依序解算 如果是金币图案 从桌面上拿取对应数量的金币 放在该颜色的围巾人船上 不到四位玩家时 没有人选择的船只也会获得金币 如果游戏中需要放金币在船上 而桌面上已经没有金币了 则该船得不到金币 如果围巾人标示物 刚好停在同色的围巾人旗帜上 则此颜色的围巾人 可以夺取其他所有的围巾人 船上金币各一枚 放在自己颜色的船上 如果围巾人标示物 停在不同色的围巾人旗帜上 则夺取该围巾人船上的金币一枚 放在自己颜色的船上 不到四位玩家时 没有人选择的船只也会夺取金币 当玩家在他的回合 移动完围巾人标示物 或是有围巾人掉到水中 并分发完奖励后 他的回合结束 轮到下位玩家的回合 此玩家将上回合被撞倒的木桶 任意摆在图板中央的孔洞中 没被撞倒的木桶则不移动 如果上回合有围巾人掉到水中 将他放回码头第一个空格的左边 其他标记物 维持在上回合时结束的位置 此玩家一样拿取滚球和球棒 把滚球放在他的村庄角落孔洞中 使用球棒将滚球推出 来撞倒图板中央的木桶 并如同先前的规则 撞倒木桶与移动为惊人标示物 以此类推 游戏结束 当桌上的金币拿完后 游戏即将结束 把该次需要分发的奖赏或是夺取的金币 都解算完后游戏结束 每位玩家计算自己颜色的船内有多少金币 有最多金币的人为赢家 成为围巾山谷的组长 若有平手 由平手玩家中 维巾人标示物最靠近码头 也就是最左边的玩家获胜 如果最后一回合 平手玩家中 有玩家的维巾人标记物掉到水中 则一样会移动到码头最左边 并由他获胜 如果游戏人数少于四人时 有最多金币的船 是没有人选择的颜色 则所有玩家一起输掉游戏 恭喜你会玩维巾山谷滚球大赛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伯根帝官方来 快搜寻赖ID 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